众说蓝潭风云,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。 NBA常规赛进入尾声,达到这个阶段,有的球队已经开始为季后赛做准备,轮修球队主力,比如战绩联盟第一的凯尔特人。 有的球队开始布局谋划季后赛,比如绝金,卡着比森林郎和雷霆多打一场的优势,在第一第二第三之间摇摆,随时根据附加赛局势做出改变。 有的球队一泄千里,整个球队越打越没自信,一打一个不支声,比如快船。 有的球队努力了一个月,拿到十一连胜,却因为输掉两场比赛和附加赛渐行渐远,比如火箭。 今年西部竞争太激烈,国王上赛季西部第三,本赛季胜率比上赛季还高,仅西部第七,太阳上赛季西部第四,本赛季胜率更高,西部第八。 包括胡人和勇士,也是如此。 伴随着森林郎,雷霆这些年轻球队快速崛起,杜兰特带队的太阳,詹姆斯带队的胡人,包括库里带队的勇士,已经成了附加赛守门员,但这三支球队处境各不相同。 太阳胜于赛程难度最大,对手平均胜率为63.3%,但他们最大的对手是胡人,第八名和第九名的本质区别,就是附加赛有两条命,多一次复活的机会。 胡人自从二月份换成拉塞尔里夫斯巴村磊詹姆斯农眉的首发阵容后,战绩19胜8负,胜率超过7成。 而勇士同期二十二胜十负,却只能在第十名原地踏步。 勇士在经历前半程各种问题后,随着年轻人的崛起,维金斯回暖,球队快速走上正轨。 但他们离季后赛越来越远。 从几个数据说起,勇士在三月下旬连续输给步行者森林朗时,当时被火箭追到只差一个胜场,形势岌岌可危。 但那个阶段,根据美媒、比尔、建模计算,勇士禁忌后赛的概率还超过41%,甚至还有0.3%的概率拿到总冠军,这可比胡人和国王还高。 之后,勇士连续迎球,客场大胜热火魔术,随后18分大胜黄蜂和马斯的比赛虽然胶着,但好在波波维奇放了勇士一马,之后勇士又将七连胜的独行侠拉下马,悄悄迎来五连胜。 可五连胜过后,勇士甩开了火箭,但他们禁忌后赛的概率降到30.8%。 首先,勇士防守确实提上来了,五连胜期间,对手场军只能拿到99分,维金斯和格林功不可没。 但是,却暴露了一个巨大的问题,库里和哈登一样,越来越低迷了。 打热火15中7拿到17分,打魔术18中6拿到17分,打黄蜂18中9拿到23分,打马斯23中12拿到33分,打独行侠18中5拿到13分。 实际上,过去两个月时间里,勇士的快速崛起,和库里就没有太大正相关的联系,但库里却经常打出极其低迷的表现。 打爵士14中4,打黄蜂14中5,打开尔特人13中2只拿到4分,打公牛18中5。 首先,库里随着年龄增加,体能已经成为他最大瓶颈,这就导致科尔要掐表使用库里,经常第四节打了一半,甚至只剩5分钟才让库里上,库里自己还有些不满意。 其次,维金斯的回暖,保罗的控场,格林在4号位的防守前置,包括年轻的戴维斯高效的护矿和吃饼效率,甚至是目的上场就能发挥投射作用。 即便库明家不在,勇士依旧能有惊无险赢球。 有球迷会质疑,这不是很好吗? 但这和赛季出段很像,勇士本赛季前八战六胜,勇士也都是惊险赢球,但那个时候库里能爆砍42分,狂轰41分。 之后,勇士就陷入新老球员对立的漩涡,克莱有大把机会,但把握不住,勇士慢慢滑落。 那本赛季胜于旅程呢? 勇士常规赛上线和下线,都被牢牢固定在西部地时,这可不是好事,意味着想进季后赛的话,只能两场客场熬战,全赢才能拿八号种子。 库里还能撑住吗? 即便撑住了,季后赛还有多少能量? 与此同时,科尔又开始犯老毛病,克莱重回首发,可以理解,毕竟克莱如今改变很多,也没那么自私了。 可是闲阶段经常摆出四后卫阵容,包括重新限制穆迪,波姐,戴维斯等人使用时间,相当于勇士在原地踏步,勇士对内防守最好的是穆迪,单打威慑力最大的是库明家,护况最好的是戴维斯。 年轻人因为球队到了关键阶段,又失去了科尔的信任。 关键是勇士这套阵容,附加赛真遇到胡人或者太阳,遇到胡人进攻完全匹配不上,遇到太阳,谁来防布克和杜兰特。 说句难听的话,不要对勇士本赛季抱太大希望,哪怕是打进季后赛。 其实勇士的年轻人比全联盟70%的球队更好,单就西部来说,也就比不过雷霆,火箭, 他们早该让新人上位了。 库里已经展露出疲态,无非两个结果,强撑着耗尽能量,或者随时可能倒下。 勇士在年轻人和功勋篮球这里摇摆了快三年,始终无法给出答案,可这三年收获了什么? 可来,格林甚至是维金斯高架赶紧抛,重建越早,对勇士越好。 北京时间4月4日,胡人客场125比120轻取奇彩,过去8场比赛赢下7场,詹姆斯23分9助攻,投篮命中率83%,手感依然火热。 常规赛接近尾声,詹姆斯的球队还没锁定季后赛门票,但他们的状态越来越好,已经成为西部不容小觑的X因素。 值得一提的是,胡人昔日的短板如今成为赢球的利器,詹姆斯和他的队友们有足够的能力让对手感到头疼了。 多数据同期联盟第一,过去8场比赛,胡人七胜一负,胜率,87.5%与都星霞并列同期联盟第一。 这8场比赛,胡人的场均罚球出手数26.9次和命中数22.0次排名联盟第一,场均防守篮板41.1个和场均总篮板50.0个也排名了联盟第一。 另外,评估速度的配色值103.13同样位居联盟第一。 由此可见,胡人内线和快攻的优势比较明显,过去8场比赛,他们场均内线得分达到53.5分, 场均快攻得分15.9分,也都排名靠前。 在这8战7胜中,胡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,应该是双加10战胜熊鹿,完成19分的大逆转。 这是胡人本赛季关键时刻能力的缩影。 即便詹姆斯休战,浓眉轰下34分23篮板,依然有能力率队获胜。 那场比赛的第四节,胡人曾一度落后19分,但最终他们逆转取胜。 数据显示,胡人在第四节至少落后19分的比赛战绩是2胜15负,而其他29支球队面对这种情况时,总计是2胜427负。 关键时刻胜率联盟第一,自从当地时间2024年1月1日以来, 胡人在关键时刻,比赛最后5分钟分差5分以内,的比赛战绩是13胜3负,胜率81.3%,同气联盟第一。 若把考察范围定在赛季至今,胡人关键时刻的比赛战绩是22胜9负,胜率71.0%,也是联盟第一,高于独行侠,绝金,凯尔特人和雷霆。 上赛季的胡人并不那么擅长打关键时刻的比赛,他们在上赛季关键时刻比赛的胜率是52.3%,排在联盟第12位,但本赛季他们能打关键球的人更多了,而不只是单纯依靠詹梅。 数据显示,自1月1日以来,胡人关键时刻场均得分方面,詹姆斯只排在队内第四,农梅3.6分,里夫斯3.1分,和拉塞尔3.1分,分裂前三。 在这个时间段,农梅投篮命中率59.1%,里夫斯投篮命中率54.5%,三分命中率41.7%,拉塞尔投篮命中率42.9%,但三分命中率高达45.5%,三分球从短板便赢球利器詹姆斯时期的胡人,三分球一直是最大的短板之一。 看看胡人过去五年的三分命中率,2018-19赛季是33.3%,排名联盟第29位,2019-20赛季是34.9%,排名联盟第21位。 2020-21赛季是35.4%,排名第21位。2021-2赛季是34.7%,排名第22位。2022-23赛季是34.6%,排名第25位。 显然,这五年,胡人的三分命中率就从没有进过联盟前20。本赛季至今,胡人的三分球真的变准了不少。 他们的三分命中率达到37.8%,排名联盟第7位,全明星周末后的胡人,三分命中率更是高达40.0%,同期仅次于凯尔特人,41.4%,高居联盟第2,西部第1。 胡人球员中,詹姆斯和巴村磊在三分投射方面的进步最明显。 官方数据统计显示,在过去两个赛季都至少出手143分球的217名球员中,巴村磊的三分命中率,31.9%变成42.2%,进步幅度排名第3,詹姆斯的三分命中率,32.1%变成41.7%,进步幅度排名第6。 上赛季的胡人,只有9场比赛三分命中率至少45%,战绩7胜2负,而本赛季至今,胡人已经有14场比赛三分命中率至少45%,战绩12胜2负。 另外,算上周三对猛龙的比赛,3分41中18,胡人本赛季已有10场比赛至少命中16个3分,而这10场比赛,胡人保持全胜。 冲击季后赛的关键时刻,胡人的状态来得正是时候。 大家看好他们的季后赛前景吗?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,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也点赞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